一起勾芝200个花片,137斯托克亚锡。 大家好,这里是眼毛手作,今天我们来学习这片花片的勾芝。 大的采用胚毛纱3.0的勾芝, 小的采用四股牛奶棉2.0的勾芝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勾芝。 此处可截图保存。 首先环形起针,先在左手上绕线。 勾芝穿过线圈,带线出来,锁一针。 接着在这个线圈中勾置两针中长针并一针, 绕线,带线出来。 这样就是中长针的未完成针, 再勾置一个,绕线,带线出来。 绕线一次性脱过所有的线圈, 这样就是两针中长针并一针。 新手的话需要在这个并针针目上做交扣, 用于最后的引拔。 接着锁两针。 这样为一组花样,第一圈我们需要勾置六组。 两针中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再勾置两针中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方法,把第一圈完成。 六组割好之后,拉紧线圈。 在第一个并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带线出来,再带线出来。 锁一针,勾置第二圈。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,勾置一针短针。 锁三针。 这样为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置十二组。 在这两个锁针链条上,勾置一个短针。 锁三针。 在这个并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短针。 锁三针。 两个锁针链条上,勾置一个短针。 三个锁针。 并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短针。 锁三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方法,把第二圈完成。 十二组花样勾好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,拉长线圈,断线。 接下来,换线勾置第三圈。 第三圈在这三个锁针链条上,勾置一个短针。 带线出来。 锁三针。 这三个锁针相当于一针长针。 新手的话,需要在第三个锁针针目上,做交扣,用于最后的引拔。 接着,同一个针目勾置一针长针。 绕线,带线出来。 绕线,托过前两个线圈,再绕线,托过后两个线圈。 这样就相当于勾置了两个长针。 锁五针。 这样为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置十二组。 下一个锁针链条,两个长针。 五个锁针。 再下一个锁针链条,两个长针。 五个锁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方法,把第三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在起针的第三个锁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接着把线引到这个锁针链条上来。 穿过这个长针针目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接着,来到这个锁针链条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接下来开始勾置第四圈。 锁一针。 同一个锁针链条,勾置一个短针。 第二个短针。 第三个。 接下来勾置三个长针。 再勾置三个短针。 这样唯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置十二组。 下一个锁针链条。 先勾置三个短针。 二。 三。 再勾置三个长针。 一。 二。 三。 接着,三个短针。 第二组花样,我们就完成了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方法,把第四圈完成。 一共十二组花样。 勾好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,拉长线圈断线。 接下来换线勾置第五圈。 第五圈,在三个长针中间这个针目入针,单线出来。 锁一针。 同一个针目勾置一针短针。 锁四针。 下一个,花瓣三个长针中间这个针目勾置一针短针。 锁三针。 在下一个针目勾置正方形拐角部分。 先勾置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绕线,带线出来。 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,这样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。 再勾置一个未完成针。 绕线一次性脱过这三个线圈,这样就是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同一个针目,再勾置两针长长针并一针。 绕两圈,带线出来。 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,再绕线脱过后两个线圈,这样就是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 再勾置一个未完成针。 绕线脱过这三个线圈,这样就是两针长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同一个针目,再勾置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三针。 从开始到这里为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置四组。 下一个针目,一针短针。 锁四针。 再下一个针目,一针短针。 锁三针。 再下一个针目,勾置这一部分。 先勾置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再勾置两针长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再勾置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三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方法,把第五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,勾置第六圈。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,勾置一针短针。 勾置的时候,把线头压在织物里面。 四个锁针处,四个短针。 下一个针目,一针短针。 三个锁针处,三个短针。 长针并一针这里,一个短针。 两个锁针处,两个短针。 长长针并一针这里,就是拐角处勾置三个短针。 两个锁针处,两个短针。 长针并一针这里,一个短针。 三个锁针处,三个短针。 从开始到这里为一组,这一组是21个短针。 我们需要勾置四组。 下一个针目,一针短针。 四个锁针处,四个短针。 再下一个针目,一针短针。 三个锁针处,三个短针。 这一圈全部是由短针组成, 每一条边是21个短针。 勾完之后,一共是84个短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规律,把这一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,勾置最后一圈。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,勾置一针短针。 下一个针目,一针短针。 再下一个针目,一针短针。 最后一圈就是让一针对应一针,勾置短针。 在上一圈的拐角处,勾置三个短针这里, 找到中间这一个针目, 在这一个针目里勾置三个短针。 也就相当于每一条边加了两个短针。 勾完之后,一共是92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方法,把最后一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,勾置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,拉长线圈,断线。 最后也可以做无痕引拔。 后面的线头藏在织物里面剪断。 整理一下花片。 这样花片我们就勾好了。 下一期我们学习这一片花片的勾置。 好吗? 感谢观看